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名中年男子 警方在死者的身上找到了三十亿元钱 还有一部手机 这条路上然后这个赖旺这个大火车比较多 反正这个路边是低 这款感觉是不是这个晚上发生了这个交通死骨 然后这个人红传马路的时候 然后被这个车转了 然后转到这个沟边 死者脚上只穿了一只鞋 鞋底留下很厚的泥巴 另一只鞋落在死骨之外的沟里 它的身上有很多土 像是被人拖动时沾上的 马路上也没有车辆撞击或者刹车的印记 通过现场痕迹勘察 这不像是一起交通事故 因为死者的受伤部位在头部 且把地上的土 紧失了一大片 经过对尸体的进一步检验 公安机关确定 死者是因为盾气打击 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 也就是说 他是被人杀害的 有附近的村民认出 死者就是不远处四东村的村民 名叫孙培领 38岁 孙培领的家就在马路的边上 孙培领是这家的小儿子 已经成家 平时他和妻儿一家三口住在楼上 他一出事 原本身体不好的父亲 也住进了医院 而母亲一提起儿子 就忍不住伤心 孙培领的母亲说 案发前一晚 儿子说去打牌了 就再也没有回来 孙培领的母亲提到的马水红 就是孙培领的妻子 他知道丈夫当晚的行踪吗 马水红平时在外卖红枣水果 做一些小生意 一天忙到晚 马水红说 案发那天 他也是从早上出门之后 就再没有见过丈夫 昨天我赏牌 他就搭牌了 马水红称 丈夫以前在附近的企业打打零工 今年春节后 就再也没有出去工作 天天去会牌友 他好言相劝 丈夫全当二旁风 谁知道竟然惹祸上身了呢 有气有狠有痛 毕竟是一家人家夫妻 马水红猜测 可能是丈夫跟别人打牌时 结了仇 被人谋害 可是孙家人和其他的乡里相亲 却觉得不可能 卖票多高人 是个失手人 照不照 个子要想咪咪的 好脾气 好脾气 就是爱打个牌 要做的母亲 就做的往后 一块两块这样 村里人都说 孙培领赌钱 就是小打小闹 没有什么欠赌债一说 更不至于惹祸上身 那么到底还有谁 有可能跟孙培领结怨呢 警方向孙家人提出这个问题时 孙培领的父亲脱口而出 说了一个人 公共怀疑是儿媳下的狠手 这并没有太出乎警方的意外 因为在办案人员第一次 跟孙培领的妻子 马水洪见面时 就曾感觉后者的神情不太自然 这是孙培领和妻子当年的结婚照 当年两人惊人介绍结婚 到现在结婚已经十二年了 他们的儿子已经八岁了 孙培领的父亲怀疑儿媳马水洪 是因为儿媳曾经有过外遇 后来半人也了解到 这件事情的确当时在村里 传得沸沸扬扬 据村民们说 孙培领还曾经为此 狠狠地教训了妻子一顿 把马水洪打得住了医院 那次马水洪被打 最气不过的是他的娘家人 那时他的大兄弟 天天去找孙培领 要替姐姐报仇 为此孙培领在外 躲了半个月不敢回家 那次打到大陆路边沟里面 在学点卫生润 住院住半个多月 孙培领的家人因此怀疑 也许就是那次被打 让马水洪及其娘家人 一直怀恨在心 面对警方 马水洪承认 当年丈夫打自己的原因 的确是自己感情出了轨 跟丈夫的一个好朋友 产生了婚外情 住生意的时候 我认识一个朋友 我们跟一块的一段 有一个多月吧 感情破裂了 生气了 我老公知道了 也打我了 烦了也去 输水了也砍病了 都去的情况下离婚了 不过马水洪说 那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 当年两个人为此离了婚 不过不到半年 两人又在复婚了 当时还是婆婆听说了 离婚的事强烈反对的 马水洪说 一日夫妻百日恩 她不会做伤害丈夫的事 至于之前的情人 也早已断绝了往来 而当年 孙培领的母亲 也很相信 儿媳马水洪的这番话 考虑到当时 才五岁的小孙子 离不开妈妈 她还极力撮合两人 再度复婚 在旁人看来 复婚之后 两个人的小日子 也一直很和睦 就在孙培领的家人 和村民们都在为马水洪 有没有嫌疑 纷纷猜测的时候 警方又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案发那晚的十一点之后 死者的手机里 有她的妻子马水洪 打来了几次电话 这以后 孙培领就离开了牌桌 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之外 这个十一点以后 她有点收集 又痛啊 结合马水洪之前所说的 自己一早出门 丈夫一夜未归 两个人没有联系等等 这是自相矛盾的 对此马水洪又怎么解释呢 马水洪承认自己说了谎 出手那天晚上 她的确和丈夫孙培领联系过 马水洪称 一位算命先生说 要想发大财 得找风水好的地方取土 晚上放在自己家祖坟上 所以当晚下班后 她约了丈夫一起去取土 这一切和现场调查基本吻合 警方的确在孙培领的身上 找到了一个塑料袋 里面装了一些土 但是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马水洪开始支支吾吾起来 警方决定把马水洪 带到公安机关询问 很快马水洪交代 人是她杀的 近一个月来 丈夫孙培领经常通宵打牌 孩子生病也从不管不顾 她从心里怨恨丈夫 对丈夫的怨恨 再一点点积蓄 案发当晚她实在忍不住了 她打电话跟丈夫约好 明说是去取土 实则想教训教训丈夫 为此她还悄悄地带了根铁棒 马水洪交代 她只是想把丈夫打一顿 没想到失手把丈夫打死了 她向公安机关表示 一人做事一人当 愿意接受法律的惩处 我都决定给她地名 毕竟也是夫妻一场了 不管是她再出案 还是最后还是都远我来出案 失手了 妻子招供 案件似乎真相大白 现场一脸却揭示背后还有真凶 她究竟在隐瞒什么 凶手在身边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警方认为死者身陪领身材魁梧 头部被击打了几十下 现场还有拖动的痕迹 这些都不像是一个女人 一人所为 我们肯定不相信 因为毕竟一个女人 想撒一个男人 一臂一种的臂力 不太好实现 所以我们就告诉她 不可能 我们有证据证明 不死一个人 她还有痛快 这样的情况下 她就把她的两个兄弟 给供出来 在证据年前 马水红最终供认 跟她一起打死丈夫的 还有她的两个弟弟 警方马上前往马水红的娘家 抓捕作案凶手 这是马水红的大兄弟 马德草 二十五岁 他说 他早就想帮姐姐出口气了 我同情都说过一句话 他们不应该复婚 最想做了一种教育教育 这是马水红的二弟 马德彪 二十二岁 他很后悔 被姐姐脱下了水 他还要 还能我和我哥 回来我去家 马水红的娘家 跟婆家是邻村 马水红的母亲 一年前因病去世了 父亲年老体弱 这一次 姐弟三人都涉嫌犯罪 目前 家里只剩下了六十多岁的老父亲 马水红的大兄弟被抓前 刚刚结婚一个多月 新房里处处可见 新婚燕儿的甜蜜 但是马德草被抓之后 新娘也回了娘家 马水红的二弟 还正是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年纪 熟悉着两兄弟的村民们 都为两兄弟裹进了这桩案件 感到痛心 其实不管是老父亲还是村民 都想不明白 两个弟弟究竟为什么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要帮着姐姐去杀害姐夫呢 马水红弟弟的一句话 道出了事情的缘由 姐姐是家里老大 从未出嫁前 到成立自己的小家之后 她为娘家付出太多太多了 小学生已经没毕业 下学都跟着了 夏季卖颜色 冬裂卖芥末 我们进去 去世以后 没事的时候 都经常去我家里面 给我爸 然后洗衣服 做饭 到我家里面 而姐姐出嫁后 没过上几天好日子 姐夫整天打牌 不懂得疼惜姐姐 甚至还曾经把姐姐 打得住了院 那次家暴 把两兄弟 对姐夫仅有的一点情分 给打没了 而且姐夫爱财如命 这让两兄弟愤恨不平 家里面买那个农用车 钱不够 我父亲就找了借点钱 借给我父亲不到十天都去要 那时候我都气愤 还都想教训 我父亲不要 我母亲去世那天 我姐拿出来三千块钱 我母亲的事办完以后 然后她又把那钱要回去 她说是他们借的钱 要还给人家 最近两年 马水红家屡遭变故 先是母亲三次住院 前后花去了三万多元 之后母亲去世 办丧事 再后来大弟弟找对象结婚 那都是姐姐一手操持的 家里为此欠了很多债 但只要姐姐出钱 被姐夫知道了 两个人还要打架 那么究竟从什么时候起 三姐弟 要决心谋害孙培领呢 小弟弟说 早在一年前 母亲重病时 姐姐马水红就有了这个念头 然后她就说 如果我姐夫出差货 那时出差货 如果成功的话 保险公司会赔的钱 说是差货了 还是保险公司 把我的钱了 我后来跟兄弟一半 二孩一半 我总以为她是在修了完了 跟我开玩笑的 我都没在意当时 开始两兄弟都当这种想法是玩笑 还劝姐姐干脆离婚 可是姐姐不同意 她当时就说 感觉他们之间 她要离婚了 感觉她可以 就自己不同意 离婚还得跟丈夫分财产 而丈夫出车祸死亡 不但这烦恼没有了 还能得到一大笔钱 警方在马水红家找到了三张 马水红给孙培领买的 意外伤害保险单据 2011年11月8日 她买了两份 12月21日又买了一份 每份的保费是100元 保额是63000元 也就是说 马水红事先经过谋划 假如孙培领出了交通事故 马水红一共能拿到 近19万的保险金 这笔钱对于负债累累的 马水红家是一个不小的诱惑 算清了这笔账 马水红多次跟弟弟们设计 假造一起撤货 他们先是谋划 带孙培领出去吃饭 久最后骗她去马路上 捡钱包制造意外 我起车走在前面 到马路中间 到大马路上面 然后把钱包扔到马路中间 然后她让我姐夫去捡 可能她捡的时候都是看着车了 都没出事 一计不成又是一计 他们想到把姐夫骗到偏僻的地方 开家里的农用车去撞姐夫 后来兄弟俩担心农用车太小 撞不成 两个计划泡汤之后 马水红又处心积虑地设计了 自以为完美的第三个方案 妻子究竟想出了什么计划 深夜的呼喊 车内的血迹 是否让她胆战心惊 凶手在身边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马埃教授 欢迎马老师 我们看这个案子的时候 就是面对死者的妻子 他平时在家里是一个 委屈受气的角色 他怎么会突然就爆发出 这么强大的力量去杀人 第一点 他对丈夫有一种怨恨 这种怨恨 首先是由于他对家庭的付出 得不到丈夫的关爱 他认为不成正比 第二个 丈夫沉溺于赌博 他多次的劝戒 而无法回归家庭 那么这种怨恨的积累 他就从最初的情绪性的生气 这个不满 逐步的就像咱们所说的高压锅效应一样 上升为一种情感上的厌恶 甚至是怨恨 那么再一个 一个女性 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如果在家庭当中 丈夫不能给她支撑 没有安全感 她会把财物看得比什么都重 因为财物能够给她提供一些其他的安全感 因此才想出了一个通过骗保的方式 既达到了将丈夫杀害的目的 又得到了一个非法的其他的利益 麻水红的这两个弟弟 也让我们有点看不懂 就是替姐姐打抱不平是可以的 但是帮着姐姐一块杀人 叫去就去了 这好像卡尔迈的也太轻松了吧 第一个就是法律上的无知 她的姐姐在这个叙述当中 不断地说一命抵一命 那么她在劝说她弟弟的时候 她也会告诉他们 一旦这个事情败露 那么我一个人去承担责任 你不要以为 这个在咱们学法的人看来 是一个无稽之谈的事情 但是偏偏有许多人 他还真得相信这一点 所以我们叫做法律上的无知 第二个就是侥幸 这种侥幸 是任何一起刑事犯罪当中的犯罪人 他都具有的一个特点 焦虑和浮躁 解决问题的时候 急功近利 不去思考 不去理性的思考 事情背后的结果 仅仅是认为可以干 他就去干 警方抓捕姐弟三人之后 也一一找到了他们的作案工具 这辆面包车就是在案发两天前 马水红带着二弟 发一万八千元买的二手车 他答应事成之后 把这辆车送给二弟 他现在要有车了 你赶快学习开 开会以后 咱们就赶快把他试 给弄好 据嫌疑人交代 案发那晚 姐弟三人开着这辆车出了门 二弟开车 马水红负责给丈夫孙培领拿电话 骗孙培领说 去找地方取土 你们当时开要车送 从四楼 都是一块 都是一块 都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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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就按啥 刚刚就按啥 你那啥 取完土之后 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左右 马水红又骗丈夫说 有个人答应 借钱给他做生意 要在路边等人家下夜班 在等待的过程中 孙培领睡着了 三个人开始动了手 你 candtir Flying 我 disappeared 从富家住 从长逐车送 around 三个人 插到后边 插到后边 我一眼 我用哦 他从他的说 然后 用 铁口上 他突破 谁有信 到我们何处 在他 能不能处 能处 能处 拿出我 能处 以 pond 据嫌疑人交代,从打第一下开始,孙培领就醒了,他开始喊,反抗,最后求饶,车里车外,留下了斑斑的血迹,身为人气的马水红,这时一点都没有手软。 你打了他几下,打了两个次,一个次七八下。 两个弟弟把孙培领的尸体丢在了大路边,他们自以为警方会认为这是一起交通事故。 所以,你也问你个出车吧,你也问你个出车过去,干这儿我都后悔了,不得了。 打这时候呢,我也顾不了按事儿了,我也顾不了按那一截儿了。 现在,我不管在晚上睡觉,住午休息,都是一类型的。 唯一担心的都是我父亲。 孙培领的母亲说,自己做梦也想不到,而媳妇竟然如此的无情无义。 让你身体弄厚,真是,人家说,一只福气,别热了你,是吧? 你就没牛轻衣,你要是犯了一项心,可不信转的,是吧? 最后警方在三姐弟的家里,找到了他们用来打人的铁棍儿,兄弟俩作案时所穿的鞋。 把这个北海人打死这个,主要的这个原因,就来在马水红身上。 他两个兄弟起到一定的配合作用。 说一个,他认为是无重犯罪。 检察官认为,马水红本来是家暴的受害者,但是他没有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措施,寻求法律帮助,最后却一步步设计和制造了这起令人惊骇的杀人案。 不光害了丈夫,更害了自己和两个亲兄弟,令人叹息。 2012年4月18日,马水红,马德草,马德彪姐弟三人,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在今天的案件中,有两个人是三名犯罪嫌疑人最牵挂,也是最让观众揪心的。 一个是马水红八岁的孩子。 这个孩子的妈妈杀了他的爸爸,这会对孩子的内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可想而知。 还有一个是马水红姐弟三人的老父亲。 家里边这三个孩子现在都成了犯罪嫌疑人了,他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呢? 如果马水红和他的两个弟弟早一点想到今天这个后果,那么在他做出犯罪行为之前,就会自己悬崖勒马,何苦走到今天这一步?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马老师参与我们演播室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您的听见。